2020年1月 我们终于迈出了最渴望的一步 晨兴之家诞生了 2019年 上海 重庆 北京 我和Charles 带着两个不足三岁的孩子 一家四口 一起跨城市搬家四次 只为成立 诚心之家工作室 我们的工作室 不仅是为生障人士 失败意志 更为了推行残健共荣的理念 让生障朋友 可以与社会无缝融合 彼此拥抱皆难 开业当天 我们的好朋友都来了 大家一起体验踩高鞘 吃蛋糕 分享故事 一起庆祝 在这里人与人之间是没有残健隔阂的 大家都是好朋友 国内公共场合很少看见身障者 但实际上我国肢体障碍人数有两千多万 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 可是为什么生活中很少看到呢 现在的公共设施已经改善良多 但仍有很多公共空间还是缺乏无障碍设计 身障者出现有困难 这是硬性的因素 除此以外 还有来自人群 以及身障者自己 对身障刻板标签的封闭认知和偏见 当中的时候就是不太会去看见 但如果有人看我的话 我会蛮开心的 我觉得他应该觉得我很可爱吧 可能我就是一个很倔强很较劲的人吧 就是我截至两个月的时候 我又上台跳舞了 从汶川地震失去双腿重登舞台后 我经历过来自外界善意与犀利交错的赞美和编损 我知道傲慢与偏见是什么 也知道真诚与美好是什么 这些冲击带给我的焦点是 有什么是我可以做的 我能够为这个世界贡献些什么呢 直至因为换甲脂认识了我的先生 我一生的挚爱 我终于找到了使命 2019年9月 他作为一名杰出的假食工程师 放弃了国际公司亚太地区技术经理的职位 离开不错的薪水和福利 而我努力在家庭与事业之间求得平衡 小半年辛苦筹备后 终于一步步创立了成心之家 我们一起扛下辞职创业 养娃养家的经济压力 找地址 装修 买家居 接送孩子上学放学 我们不仅是亲密无间的爱人 更是一起奋斗的战友 我们感激自己如此幸运 也希望将祝福传递给更多的人 我走喽 好了 我的心里话就这些 以后的事慢慢讲给你们听 也欢迎大家能够来成心之家做客 它的意思是 每个人都可以像星星一样闪光 点个星星关注我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